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全局函数中 和我们数值转换相关的函数 像我们的PathNT,PathFloat 还有像检测是否不是无雄值 包括Noun值的Sfinity 包括我们的SNAN 检测是否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接着我们这节课来学习一下 和我们这个URL编码包括转码的 和字符串编码与转码的函数 那首先看一下 可以编码我们URL的 可以通过这两个函数来实现 第一个可以通过Incode URI 它是将字符串编码为我们的URL 和它对应的一个解码 Decode URI 它是解码某个通过我们这个 Incode URI编码之后的一个字符串 把它解析成原来的 就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那还有这样两个 它们两个功能差不多 但是也有些区别 首先我们这个URI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址 Uniform Resource Undefair 简测我们的URI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访问的一个网址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Decode URI 方法就可以解码我们的URI 这个是没问题的 接着我们在编码的时候 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像我们以下的这些地址 假如说如果包含了特殊含义的ASKMA标点符号 那我们这个Encode URI函数是不会进行转译的 像我们这个d号啊 斜线啊 问号啊 冒号啊 at啊 and啊 包括等号 加号 dollar和紧号 那这时候这些符号呢 它不会进行一个转译 那如果你想转译这些符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像 encode URI component方法 就可以对这些特殊含义的ASKMA标点符号 进行一个编码 这也是他们两个的区别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先来试验一下前两个函数 好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 再来一个 function6 它主要是来测试编码URI的函数 首先我们可以定义一个VIR一个URI 或者一个UIL 假如说我定义一个我的网址HTTP 我博客的网址3w.peerpfamily.org 写一线 假如说我要采取一个 要访问一个test.peerp 问号 我要搜索一个什么内容呢 可以写成一个search 传递一个参数 等于list is a test 这是我要搜索的内容 那现在你看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字符串 我们想进行编码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encode UI 来编码这样一个UIL 它返回编码之后的结果 付给一个 RES 接着我们来输出一下这个RES 在这块得到了我们的结果 我们可以放到上面来看 你看 在这一块 我的网址请求的是什么search 接着像里边的空格 就转换成了20% 接着20% 这个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这个字符串中 有了像我们的这种 你看像问号 它没有转码 包括斜线啊 冒号啊 加号啊 我再传一个 并且 假如说写上一个 SUM 等于一个 1 加上一个2 好 那现在你再看得到的结果 就随便写的 并且 SUM 等于1加2 这些加号 等号 按的符号 是不是都没有转码呀 没问题 那这样一个字符串 想把它转回去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不用复制 IES 就是 我们再把它转回去 写成一个 Decode UI 转换一个经过我们 Encode UI 编码的字符串 这是我们的 IES 接着 再来输出一下 BR 再加上一个 IES 再加一个 BR 又把它转换回去了 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原来的 这个 UIL 原来的这个 UIL 没问题 这是我们经过 Encode UI 包括Decode UI 实现的一个 UIL的编码 反编码 那接着 还有跟它差不多的 还有一个 Encode UI Component 它代表也是 将我们的 字符串 编码为 我们的UI 主角 但是呢 它在编码的时候 首先看一下 它会编码 像我们这里边 提供的这些 非 特殊字符 但是呢 这个方法 不会对我们 阿斯科马 字母和数字 进行编码 也不会对这些 阿斯科马 标点符号 进行编码 像我们的 Gal 相关线 点 碳号 波浪号 星号 这个 单眼号 包括我们的 括号 我们一会儿 可以来试验一下 像我们的 其他字符呢 它都会 转换成我们一个 16进制 这样的一个 转移序列 来进行一个 替换 那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 字符串拿过来 稍微的再加一些 改变就可以 对于这个UIL 我们重新的 再来写一个 再传一个 并且 TES1 等于什么呢 假如说等于一个 碳号 点 括号 星号 波浪号 接着我们通过 写上一个 IES2 或者IES4 等于 UIL Incode UII Component 来编码这个UIL 这是它的结果 再来输出一下 IES 你看得到的结果 是什么样 好 你看到这个 冒号 斜线 斜线 是不是都被转移了 对吧 冒号转移成 3A 接着两个斜线 一个斜线是 2F 第二个斜线 对于这样的 阿斯科马 包括点 它并没有进行 转移 包括我们的数字 它也不会进行 转移 那接着你看到 后面这些 它也给你进行了 一个转移 写成一个问号 转移成 2F了 接着 Search 等于多少 Test 叫P2P Search 等于多少 写上的是 This is a test 这也是20% 在最后看 我们新加的这些 给你进行转移了吗 没有 那像那个 等号 加号 在这儿 是不是都转移成 我们的16进制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转移序列了 对 没问题 那接着想认识 这样的Servchart 把它变回 我们原来的URL 就可以通过 通过它就可以 通过一个 Decode UI Component IES 这一次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或者IES1 等于它 再来输出一下 IES1 可以 好 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又转换回来了 你也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边看的比较大 又把它转换成我们原来的 这个URL了 这样的效果 可以通过它来编码 我们的URL 包括解码 我们的URL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ESCAPE ESCAPE和UNESCAPE 可以对我们的 字符串进行一个编码 但是呢 我们对字符串 进行编码可以 这个函数呢 不能对什么呢 不能对我们的UI 进行一个编码 对我们的UI编码 不能使用我们的ESCAPE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通过 ESCAPE 对字符串 进行一个编码 同样的可以看到 通过它编码之后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 跨平台性 可以在所有的计算机上 读取这样的字符串 那接着它编码的时候 也有规则 这个方法 不会对我们的ASCAPE 字母或者说数字 进行编码 也不会对下面这些 ASCAPE标点符号 进行一个编码 像我们的信号 at-gang 下方线 加号 点号 斜线 斜线 其他的所有字符 都会被转移序列 进行一个替换 那接着想转码的话 通过按ESCAPE 解码有我们这个 ESCAPE编码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也可以实验一下 这两个函数 好 输出一个水平线 另一个字符串 VR S-E 等于一个 Hello Maze 接着我们再写上一个 再写一个 像刚才我们写的这个网址 http 写我们Maze的网 Mazeedu .com 访问的是 下面的 问号 传一个三数 我要搜索一下课程 JavaScript 也可以 接着再往下 我们可以再加一些 并且test等于空格 this is a test 再传一个 并且test1 等于一个 像我们这种 - 下滑线 新号 问号 就随便写一点就可以了 那经过ESCAP函数 编码 我们的STR1 它返回编码之后的内容 写上一个 RES 或者result 我们可以来输出一下 这个result 来看一下效果 得到我们编码之后的 像冒号 转了 接着Maze 这一堆 它也转了 接着再往下 这里边 你看 转易的 像我们的杠下滑线 新号 是不是没有转呀 这样的形式 这是编码我们的字符串的 编码我们的字符串的 这我随便写的 但是注意 如果是编码我们的UIL 不要使用ESCAP进行编码 可以通过Encode UI进行编码 或者是Encode UI Component进行一个编码 这是可以的 那接着我想把它转换回来 就可以再来写一个 通过 按ESCAP 就可以转换这个结果 再把它转换成我们认识的一个结果 叫做result 好 再输出一下 得到的结果 又变回我们原来的 这样的形式了 Hello MyS 接着这样的效果 这样一个字符串 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这是我们通过 ESCAP和UNESCAP 对于我们的字符串 进行了一个编码 包括在这块 你写一个中文 你好 你看 它也可以进行一个编码 接着转换回来的时候 又变成我们认识的了 通过它 就可以编码 所有的这样的字符串 在所有平台上 都可以认识这样的字符串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看到 还有几个好用的函数 一个是我们的EVO函数 这个函数可要注意了 这个EVO函数呢 会将我们输入的字符串 当作我们的JavaScript的允许 来执行 那这个函数呢 也比较危险啊 如果这个函数 如果参数呢 是一个表达式 那我们这个EVO函数 将执行这个表达式 如果参数呢 是我们JavaScript的允许 这个EVO函数呢 也会执行我们这种JavaScript的允许 可以来试验一下 但这个函数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慎用 它比较危险 你看我们写一个水平线 在这呢 我们可以EVO一个 比如说我们生命一个变量 VRI等于一个12 执行完它之后 我们就alert一下 I就可以 你就会得到一个12 相当于生命了一个变量 这样的效果 那这里边呢 你看你写的和直接写一个 生命一个变量 VRI等于一个12 结果是相同的 但这个EVO函数啊 在某些情况下是挺有用 但是呢 这些 更多的 使用EVO函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EVO是一个魔鬼 EVO is evil 对吧 它本来就是一个魔鬼 使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谨慎 谨慎 谨慎 再谨慎 而且这个函数在性能上 包括安全性上 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是一种 由函数执行的一个动态代码 所以说要比直些 执行我们的代码 效率要慢 肯定要慢很多 第二个呢 在安全性方面呢 我们GS 本来拥有的功能就很强大 但是呢 这里边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你对这个EVO函数 你写的代码没有太大的一个把握 尽量的要避开 使用我们这种EVO函数 这个呢 危险性比较高 像我们PAP中 也可以执行这样的EVO函数 所以说也要进行一个处理 尽量的不要使用这种EVO函数 那在这呢 我也给大家写了这个注意 可以看一下 尽量的不要使用的EVO函数 保证我们的程序的一个安全性 因为呢 它可以把你输入进来的字符串 当作我们的JSquid的代码 来进行 假如说你要再让用户来输入一个内容 你得到它输入的内容 如果说这是一个EVO函数 那现在用户可以来 假如说得到你电脑中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这样是不是就很可怕呀 所以说一定要慎重使用我们的EVO函数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 还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Number函数 它是把我们的对象的值 转换为我们的数字 如果说这个对象的值无法转换成数字呢 这个Number函数返回的就是NN 还有一个特例就是我们的Data对象 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学 它呢通过Number函数返回的就是一个 1970年1月1日到现在 所经历的好秒数 记住不是秒数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它是把对象转换成我们的数字的 那现在我们简单来试验一个对象啊 之后我们会学 我把它除掉 来一个红色的线 写上一个啊 假如说 VR STR1等于一个 New 布尔 写上一个 123 那这时候 STR1 或者Y1 它就是一个 布尔对象 是一个对象 Type of Y1 你可以得到一下 是不是一个对象呀 对吧 那现在你可以弹出一下Y1 它是布尔类型的 Tru 没问题 那像现在呢 你就可以通过Number函数 Alert一下 Number函数 它将我们的对象 转换成我们的数值 你看 得到的就是一个1 把Tru转换成1了 同样的 也可以通过Number函数 把Tru转换成 把它转换成一个 把False转换成0 也可以 或者我们直接来写 Wa1等于一个False 这时候它得到的 就是一个0 接着Wa1 要等于一个 3King 它得到的是一个 NN 如果不是纯数值的话 你再看 Wa1等于一个 34 这时候得到的就是 34本身 要等于一个 345.67 得到的就是 35.67 同样的 Wa1要等于一个 字符串 3 它得到的是 3 接着再往下 Wa1要等于一个 Undefended 它得到的就是一个 NN 转换不成数值的时候 转换的是一个NN 同样的 给它一个NN的话 它转换的是一个0 接着 你要给它一个 非数值的话 它还是一个 非数值 比较有一个特殊的 我们再写一个 Wa1等于一个 New Date 这时候 它转换的是 1970年1月1日到现在 所经历的 毫秒数 就这一点 特殊 好 接着再往下看 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String 函数 它可以把对象的值 转换成我们的 字符串 那接着呢 这个String函数返回的 与这个 字符串对象的 ToString方法 值是一样的 之后呢 我们也会用到 这种ToString的方法 效果是一样的 可以简单的来 看一下就可以 好 我们再Alert一下 首先 Y一个VR2 等于一个 假如说 True Alert一下 String函数 VR2 得到的是 布尔类 字符串形式的 True 那接着 VR2 等于一个 False 它得到的 也是字符串的 False 再写上一个 数值 它得到的 就是数值 本身 再写上一个 123 12.3 得到的 也是这个 数值本身 接着你再写一个 No 它得到的是 一个No 包括 Undefended的 它得到的 就是 Undefended的 再写一个 NAN 它得到的 也是 NAN 这样的效果 它和我们对象的 ToString方法 返回的是一样的 包括你给它一个 字符串 KING 它得到的就是 这个字符串 没什么问题 这是通过我们 String函数 实现的效果 好 那我们看到 在JS中 我们常用的 全局函数 已经给大家 过了一遍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几个 学到的 字符串 编码 我们URL的 包括 编码 我们字符串的 以及像我们的EVO Number和String 这几个函数 试验一下 自己来试验一下 那以后呢 我们会用到 这些 全局函数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